男子骑着机车行进下坡路段 刚好前方有辆垃圾车要转弯进来 男子紧急刹车但重心不稳 整台车打合失控往前冲 人就直接滑进车底 卡在垃圾车的后轮上 惊悚画面吓坏了路过的民众 纷纷下车帮忙报警 更有热心人士赶快引导垃圾车倒退 让骑士能够脱困 还好他意识清楚 但是右手臂与此变形 中国人道场赶快将他送医 事发在早上的七点多 28岁的蔡姓男子呢 刚从家里骑车出门 前往科学园区要上班 行进南岸路下坡路段 与苗儿间路口时 一面与一辆垃圾车发生查状 人就这样卡进车底 警方表示该路口没有耗制灯 相信的车祸原因还要理清 不过再看一次这个惊悚的画面 男子卡进车底就差那么一秒 就要被轮胎撵过去 很好他当时头上的安全帽没有掉下 幸运捡回一命 肉费 肉费